细薄大头鬼 房书安 在擂台上 要大战 路朝西 两个人话不偷鸡 是当场动手 一开始 就比开了兵器 房书安 拿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 路朝西 手中倾着一对 四楞蛙面熟铜茧 从兵刃上讲 路朝西站着上风 要碰到刀上 房书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 因此大头鬼 夹着万分小心 不敢碰人家的兵刃 但是房书安呢 有个损主意 一边打着 他一边吵吵 这样呢 可以把对方 这个心给窝弄乱了 你这一乱 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 出奇之声 当然了 房书安这么做 可以有点无赖 也不光彩 一边打着 他一边吵吵 我路朝西呀 你这名可不好 西方大陆 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 另外呢 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 我这把小刀 别看尺寸不长 砖打人的上三路 看 空你的眼睛 拉你的鼻子 掏你的舌头 砸你的嗓子 砍你的耳朵 背你的后脑勺 哎呀 把个路朝西呀 让他超出的是 心忙意乱 西方有这么比武的吗 你喊什么呢 你爱扎哪都可以 你说出来干什么 但是路朝西 也怕吃亏 晃书通俭 护住上三盘 一个没注意 房书安小刀 一转个被吓他来了 他嘴里说 我扎你的嗓子眼 陆朝西 信以为实 啊 用双肩 一护脖子 方书安 刀刀架头 正好戳到 陆朝西 大脚趾头上 把靴子给戳个眼 正扎 正扎的脚趾 盖手 哎呀 十指连心 最疼不过 陆朝西 一杀手 扔家伙 抱着这只脚 是就地方滚 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 小老道 铁连龙望前台 一看 哎呦 宝 陆庄主受伤了 闯出七八个 把陆朝西 是抢救回去 有的小老道 用东布 把血迹擦净 把他的双肩 剪灰 咱不必细说 方书安 打了个胜仗啊 把看热闹的老百姓 和三峡武艺 小五一小七节 各位老少英雄 乐得眼泪都淌出来 哎呀 人们议论纷纷 方书安可真够坏的 最可笑的是 陆朝西 那么大的年纪 让戏不大头鬼 给骗了 看来这下 扎得还不轻 但说方书安 叫着洋洋得意 摇头晃脑 你呆 年华冠的群贼 听着 我乃 湖北江夏人士 号称戏不大头鬼 方书安 方老剑客 你呆不服的呗 出来 我飞舰先助量 你在后台呗 出来 三尺地灵摩路坤 在后台呗 出来 郭长拿 江洪烈 出来 出来 方老剑客 要跟你们 决一雌雄 说着 还练了一趟小片刀 这人就是这样 要把脸豁出去 没有在乎的事 现在方书安这脸蛋子就厚 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 要别人说这个话 都得考虑考虑 他不想这些事 因此大言不参 执名典姓 陶地骂着 这老四辈 在后台听的清醒 无量天尊 全站起来 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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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把他的大脑袋 给他拎下 给他切开 晾开 走 这老四位 张仙孔后 都想到前台 白莲花 雁峰一看 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 四位老剑客 且喜雷霆之怒 修发虎狼之威 你们这么高的身份 怎么能跟他 一般见识 那是个臭无赖 你要一出台 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 一路酒席 对待一路冰棚 在下不踩 我去对付他 我早就认识他 他一决屁 我知他拉几个粪蛋 他有招 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 在我姓燕的面前 干脆就行不通 几位老剑客 你们瞧好 其实这几个人 也不累跟方树安伸手 就是看见他太狂了 气得好 一看白莲花 燕丰 自暴奋勇 所以这四位 也就点了头了 那燕丰 为什么要登台呢 他有他的打算 现在莲花灌群雄汇翠 连本庙的人 再聘请来的 就四五百号 三三五月的英雄 各地的豪杰 一个比一个强 一波压过一波 现在白莲花燕丰的日子 也不太好过 因为这个贼 也分三六九的 贼跟贼也不一样 有些贼 是窍门压锁 小偷小猫 有的贼拦路抢劫 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当 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 坚硬烧杀 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 这种贼是最缺德 最不吃香 而白莲花燕丰 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贼凑在一块 一提的燕丰 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 所以一般的贼 都瞧不起他 就飞云道长郭昌达 也不例外啊 多暂见这白莲花燕丰 始终是正眼利色 他手下的人对燕丰 也是指使过来 拨了过去 这么大个燕丰 成了小足了 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 燕丰曾经几次发誓 我不在这儿 我走 但是他没敢走 他知道 他是老虎掉的山剑里了 伤人太重了 他是官府 积拿的药犯 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 不管走到哪里 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一旦落到官府手中 就得把他万寡凌迟啊 所以他没这个胆量 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 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 但是还是保险的 不过燕丰是这么想的 要有机会 我得露两下子 让他们开开眼看看 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外 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 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 现在我改了 你们怎么广基督旧账 就完不了了呢 因此 他自暴奋勇 要会斗方树安 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 方树安这小子 狗先连着 全指着嘴 他根本没能耐 有些人动不动 就叫他给拍住了 我可不在乎 你再狡猾 也掏不出我手心 因此这一仗 我是文操胜券 非赢不可 现场的露脸的事 我能不干吗 别看方树安是著名的饭桶 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 我要把他给赢了 在我们总门长面前 也算立了个大功 因此他打定主意 挑连龙 来在外头 大头鬼 认识二爷吗 方树安你看 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 方树安就有点头疼 在他的心中 遇上这么多贼 就有两个男对付的 一个是白菊花燕飞 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 这哥俩 一个是狼 一个是背 比狐狸还要狡猾石成啊 方树安一想 我再有道 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 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 这才登台 这如何是好 方树安把眼珠一转 我应该怎么 哎 有主意了 主意想好了 方树安就稳定下来了 把大脑刮一晃 哎呀 二爷 酒为了 酒为了 怎么 你想要登台 跟方爷比武不成 臭不要脸的货 让二爷 能跟你比武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方树安 你这两套 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 谢比就怕老乡 扒了屁股 扔在你的骨头 你一决屁股 知道你拉几个分道 方树安 别不疯装疯 读啥装啥 在我面前装着大半算 我奉劝你 赶紧给我滚回去 我也不要你的狗命 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 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 你回去 你把徐良叫来 你把白玉瑞叫来 把钟铃坏上来 把刘世杰上来 我打的是殃凶好汉 我岂能跟你动手啊 跟你一伸手 燕儿也就掉了下来 就不值钱了 其实白莲花艳风啊 说这话 也违心 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 他也是咬着后曹牙说横话 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 跟白云瑞动手 那不差的天地吗 无奈是人 无奈是人 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 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 要不吹两句呀 就有失身份 故事 他才吹了一顿牛皮 方淑淑安把母狗眼扎么扎么 二爷 你真有两下子 我扶你了 不过呢 我是扶你了 普天下的老百姓 不一定服你 人家也不了解你 我在未下台之前 我跟大家介绍介绍 没这个必要 有必要 你等等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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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乡亲们 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 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 我给大家介绍个人 就是这位 他是祖居陈州人士 人送出号白莲花 姓燕叫燕丰 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 叫燕妃 可能提起他们哥俩 各位有的不熟悉 要提起他们的仙人 可大大地有名啊 他们二位的父亲 就是成了名的老掩饰 陈州侠燕子托 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 一步俩脚印 冬天舍眠 夏天舍单 二八月开舟厂 修桥 补路 乐善 好施 太好 太好了 可是有那么句话 好人没长寿 祸害一千年 老头岁数不太大 就一命呜呼 他死不要紧 就留下俩孩子 就是燕妃和燕丰 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 地下难学呀 按理说呢 当儿子的应当随爹 父子天性嘛 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 当儿子的跟爹 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 他爹就那么好 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帽烟 说人话不办人事 吃人饭不拉人事 这哥俩走千家 过万户 发卖讯箱 蒙寒药 盗取鹰胎 紫河车 挑起民间 绍服长女 手段残忍 是先奸 后杀 他哥哥白句话 身上背着四十八条 人命暗示 作恶多端 心灭再累累 因此官府传下榜文 四位积拿 绝不宽带 终于 在我老方的帮助下 让我干爹山县白梅大侠许良 将他执于死地 就从这一脸 我干老是激了大德了 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风 这小子比他哥哥海角花 做的 比他哥哥值多不少啊 如今逃来逃去 逃去逃来 又跑到莲花馆来避风来了 各位你们好好看看 你们瞅这人长得流光水花 也有鼻子 也有眼睛 也有嘴 也会口吐人言 可是 他是陪着人皮的衣服 拉 我说众位 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 你想想 谁家没有姐妹 谁家没有女人 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 手段如此残忍 你们说 该杀不该杀 开封府抓的应该不应该 他是不是个人 这家的方说 你看没鼻子 当着普天下老百姓 滔滔不绝啊 把白莲花燕风这点老底 都给翻了个儿了 老百姓不听辩 把闻听此言的 都气坏 一个个是怒满胸膛 吼声震天 打死他 打死他 他不是人 这小子是秦少 把他拉下来烧死他 你想上万的人 震备高呼 这个力量得多大 真是气吞山河 一泻千里之势 把个白莲花燕风吓得倒吸了口冷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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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n 倒退出一丈多元 毕竟他还是个人吧 嗖的 脸跟大红布相似 真是关公长气磊 脸红脖子粗 他四肢发软 再也打不了了 燕峰没想到方叔安 用这种方法对付他 刚才的如意算盘 整个打错了 他把头一笔撩起联了 是逃回后台 没敢打 方叔安这个乐呀 心说这人哪 可别干缺德事 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 你看当众一阶段 他再有能耐 也没能耐了 方叔安是心中大喜 用手一算连胜两阵 他差一阵 无论如何 我也得来个连众三元 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 乡亲们 有认识我的 有不认识的 我再介绍一遍 我是湖北江夏的人 人送出号 戏不大头鬼 谁我叫房叔安 我可不怎么定 我干佬可有名啊 哎 看 我干佬就在台下呢 他老人家就是白梅大侠 山县三首将军 多碧人雄 徐良 徐大侠 那是我爹 我是他干儿 老子英雄 儿好汉 强将手下 吴若兵 我爹有能耐 顾死我才这么大能耐 看见没 刚才连胜两阵 温阵 帮忙了 我说有带胳膊带腿的呗 滚推个来 我怎么刚才 吵吵你们没听见呢 朱亮出来 郭湘拿出来 咱们来个剑客 对剑客 我非打你们才过瘾 房叔安的话 也没等落地 这脸 巴拉一大蹭 蹿出一个人来 哦 哈 房叔安 既然指名典性 叫老朽 你来看 本剑客 大 雕 房叔安抬头一看呢 来者非别 正是非剑先 朱亮 他以为啊 朱亮他们不能理他 他就喊破嗓子 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 结果想错了 朱亮真出来了 把房叔安吓得腿肚子转接好 悬眉拉裤子了 他哼哼哼 就说坏了 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 肯定的了 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 我真倒霉 这朱亮 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 房叔安正然吃惊 朱亮拎着五金的拐杖 就来到他面前 放车 你还往哪走 你真想跟老朽 比武不成 没没 哎呀老建克呀 刚才我 不非是说点笑话 咱们爷俩 还过得着这个吗 对不对呢 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 我也在阎王寨 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 人不亲 义亲 义不亲 祖师爷还亲 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 你时辰在露林 但是想起往事 仍然有一定的感情 呸 方说你别穷白 我告诉你 二话咱没得可说 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 报仇雪恨 你拿命 来 我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